字幕提供 想做一個白咖喱 因為白咖喱也要少許時間 首先熱起鍋 沾一件煙就放雞扒進去 未放雞扒之前也要醃少許材料 我會放一放生抽 好小的老抽 然後少許魚露 少許糖 還有我們要放少許香茅 香茅來切到絲絲 再碎一點會入味 快點煮到香茅味 還有要放蒜粒 輕輕地抹茶 就像你幫你老婆 回家見別人很累 用一個陰力 慢慢擠一下擠一下 這樣肉不會太大壓力 又會舒服神經 煮得更美 更好吃 你會說 為何我醃這隻雞 即是臨時熱完 馬上去煎 不是不入味 其實我的雞就想要少一點味 就可以了 因為靈魂也是白咖喱的 裡面 因為雞裡面也是有少許肥 脂肪 所以我也不會放油 因為現在有些糖 所以我盡量不要調到這麼高溫度 高溫度一時很快就焦 為何焦得裡面又不熟呢 那是不行的 因為會金金的 所以整個東西不好吃 這個材料的白咖喱其實很簡單 靈魂也是用一些很新鮮的香料 而且我還要說 其實吃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層次感 所以其實有時候放辣 其實未必是不好 就是要看你放辣的程度去到怎樣 如果放得很微微的辣 也都可以 微微的辣 未必你有時吃得到 你閉上眼睛 你也會感受到你的味道 覺得有一個辣感的感覺 好 現在煎到差不多 這個煎盆 記得不要洗 因為全部的精華都在裡面 就像我煮牛排一樣 你煮牛排煎到差不多 然後你裡面都有一些焦糖 或者那些煮香了的血 血 血汁 血水 其實之後他們會用醬汁 打在裡面的焦起的渣 你會更加打到鮮味 所以牛排一樣 牛排有些人說 煎完烹調 千萬不要洗 加少許紅酒 打個芡 這樣就已經做到一個牛排汁了 這個雞還未熟 因為現在我煎到差不多 上色了 我再切件 之後就攪到那個醬汁 攪到醬汁之後就把雞放進去 好 先切件 好了 我現在就趁著這個攪中熱 加少許火 去到大約中火 要爆香我們的蒜頭 番茄 其實番茄的作用這裡 你記得要放一粒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番茄可以帶回鮮味 即是辣椒 我會把辣椒放進去 所以要懂得運用他們的材料 還有它的數量 南薑 然後香茅 青檸葉 然後我放椰奶 椰奶的份量 即是一對一 一級椰奶 一級的水 好了 然後放一個神湯 放一個月露 然後放一個小檸檬 然後放一些雞 這些香葉 我會最後才放上去 因為要帶回更加的鮮味 所以可以先放一鍋 放在旁邊 OK 現在看看我剛才的白咖哩雞 差不多了 加一點點糖 還有多一點魚露 好了 要打一打結它一點 放生粉 一定要湯或醬汁 要滾著才放進去 也不要放那麼多 逐點逐點放進去 不要心急 雖然我都很餓 快點吃 香裡有什麼呢 有個甘筆碗 鹽西 雞 量多一點切就可以了 你這樣看起來很多 其實不是很多 一扔下去它會縮成一塊 加多一點魚露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淋最後灑一點炸蒜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白咖哩雞 再見 把錢燈 關走 融 黃 ur